各位在现场以及线上出席的记者媒体朋友 大家早安 欢迎出席今天外交部的联合国案专案记者会 那今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在9月5号在联合国开议 我们今年还是会结合友好国家 推案争取我国参与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的田政务次长 主持今天的记者会 那次长右手边的是我们的国际组织师 国主师的孙师长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田次长 为大家说明一下今年联合国案推案的规划 以及我们的诉求以及做法 次长请 好 各位现场以及线上的媒体朋友们 各位先生女士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代表外交部 跟大家说明政府今年推动联合国推案的规划 以及做法 而第78届联合国大会在今年的9月5号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要开议 那么并在9月19号到26号举行总辩论 今年大会总辩论的主题是 重建信任与重振全球的团结 加速落实2030年的议程 以及其永续发展的目标 以实现人人共享和平繁荣进步及永续 那英文是这么说 rebuilding trust and reigniting global solidarity accelerating action on the 2030 agenda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wards peace, prosperity, progress and sustainability for all 那这个主题呢 主要要凸显全球正处于关键的实质路口 当务之急是各国要齐心协力 加速落实永续的发展 那么过去一年多来 我们身处的世界面临了许多棘手的挑战 维权主义的扩张 造成全球援峻的人道以及经济的危机 并且威胁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严重的破坏区域以及全球的和平 背离了联合国宪章 所接触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而中国持续在台海以及印太区域的军事挑衅 企图片面改变现状 也严重的威胁台海以及临近区域的和平稳定 此外 在气候变迁 疫后复苏以及永续发展等跨国性的议题呢 也都需要包括台湾在内的各个国家共同的参与 一直以来台湾是一股善良的力量 以及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意愿 有能力而且有意愿与国际社会合作 持续贡献自身能力以加速落实永续发展 以及协助疫后的全球复苏 那么联合国体系呢 长期是屈服在中国的压力之下 持续的错误解释 1971年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 那也就是台湾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主要原因 我国的人民以及各位媒体朋友 无法进入联合国的采访 出席会议活动或者进行采访 台湾也不能参与联合国相关的会议 机制以及活动 并且能够做出贡献 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 该决议2758与台湾没有关系 也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体系代表台湾 两岸互不隶属 是台海的客观现状 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只有台湾民选的政府才能够在联合国体系代表 全台湾2300万的人民 为因应国际的情势 我们今年的推案一共有四大的诉求 第一个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遭受错误的诠释 以致2300万的台湾人民 被不当地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情形 应该做出改善 第二 联合国不当剥夺 我国人及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 出席或采访会议活动的权利 应该立刻予以匡正 第三 联合国应积极维护台海及临近区域的和平 稳定以及安全 第四 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并实现STG的相关会议 机制以及活动并做出贡献 我们将继续采取稳健 务实的做法来推案 包括恰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 为我国发声 并请友邦驻联合国常态 为我国联名致函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敦促秘书长修正联合国 错误解释2758号的决议 那么彻底来解决台湾2300万人 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问题 以实践联合国所代表的普世的人权价值 以及不遗留任何人的愿景 让台湾能够跟世界各国携手协力 共同因应全球的挑战 那么今年本部 另将把我国的诉求 透过曾经在台湾 拿过台湾奖学金的年轻朋友 的予以诉求 通过他们年轻朋友族群的支持 相信我们更能得到广泛的回响 那么本部的吴部长 已在各国的主流媒体发表专文 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正式谴责中国的军事挑衅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同时要强调台湾是值得信赖 而且不可或缺的好伙伴 因应全球错综复杂的挑战 国际社会应该接纳台湾参与 本部今年以台湾是全球和平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设计的理念 制作新的推案主视觉 凸显将台湾纳入联合国体系的必要性 另外我们也制作了两支影片 分别展现我国积极实践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的真实故事 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为了增加联合国社群及国际社会对台湾在相关领域的了解 政府在联大期间将在纽约举办台海和平安全永续发展公共卫生以及科技政策四个主题的周边系列活动 分享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 我们的成就以及关切 驻纽约办事处也将进行各项推广台湾意向的文宣 那么此外朝野立委将筹组四岛团赴纽约为他们加油打气 许多关心台湾的海内外民团以及侨团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声援活动 希望能够透过多元创意的方式一同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民期盼参与联合国的行程 外交部诚致感谢友邦友好国家民间及侨界长期以来对我国推动国际参与的支持以及协助 我们更要感谢国际社会坚定支持台湾的民主价值以及台海的安全 正如蔡总统说过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外交部在此邀请全体国人齐心协力 一起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传达台湾能够帮忙 而且一直都在 台湾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敦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体系 谢谢各位 我们非常谢谢田圣务次长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就开放媒体朋友的提问 如果有提问的朋友是不是请举手 第一位 谢谢 嗨 I'm Rick Lout from Taiwan Plus I just wanted to ask the Deputy Minister why now why this year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aiwan to be includ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What circumstances are there that make it particularly pressing for the inclusion right now Thank you Thank you Taiwan Plus right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Actually Not only this year Every year is very important for Taiwan to be participated in United Nations and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However If we look at this couple of years something happened particularly Last year February Th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You see the whole world is changing being upside down inside out It's getting very very grave concern not only in that area but also in our region Say for instance China fo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Already since last year Pelosi's visit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world war planes and warship encircle Taiwan and intruding our our IDZ It's kind of aggressive not reasonable actions If we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it's like you agree that bullyer to keep on bully people So now is the time particularly this year You see Ukraine Taiwan and China That kind of aggression Has to be Has to be known Has to be stopped So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aiwan to be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 think next year Samping We will keep on doing it This is I think Is an uphill challenge But I think we have confidence We have determination And we have a support We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support Nation wide And internationally So it is something We are going to do it For as long as we cannot If we cannot reach the goal We have to do it Every year Thank you 好 谢谢 次长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论员情报记者安德一 那个刚刚车长有提到说 在大辩论里头 我们期待友邦国家 也会为我们这个声援 那我们有没有规划 那个或是有期待是非邦交国家 也是一起或是同时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声援吗 谢谢你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在过去 如果说只靠邦交国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可是现在我们看全球的一个趋势 全球的趋势呢 非邦交国 Like-minded countries的力量 也是非常大 我举个例子来说 美国众议院好像刚刚通过了 台湾团结关系法 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美国国内民间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那么也就要说明 联合国在处理台湾 引用那个NGA的2758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要联合国来跟证 那如何联合国接受这个 把2758真正做一次review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 2758当时只是决定 谁来代表在联合国出席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没有给予任何的other authority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管台湾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Like-minded support 跟那个邦交国的支持 我觉得一样的重要 谢谢 是中央社 来 林凯 市长你好 我是中央社英文记者 我想要请问就是 那现在我们有确定 就是除了教廷之外 12个邦交国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支持吗 是 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部长 这次没有跟蔡总统出去访问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 部长接下来在联合国这段时间 会不会有一些特别亮眼的表现 比如说去纽约之类的 谢谢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我想要 在这边跟 目前还没有finalize 现在我不便在这里做一个说明 因为还没有finalize 我想我们会适时地提出 包括蔡总统出访等等的一些规划 部长的行程等等 我想会有一个适当的时机跟大家说明 12个邦交国 12个邦交国它会有不同的形式来支持台湾 那是肯定的 那是肯定的 谢谢 谢谢次长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来 次长你好 我是关键评论网的小欢 我想要问部长 次长刚刚有提到说 美国今年也通过 众议院通过台湾团结法案 我想问说美方今年会不会 有比较实质上 就是协助我们 推动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座位 请您解释实质上是 可能不是只是发声 直言这样子 会不会有小组提案 我是觉得 各种的支持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能够造就一个声浪 跟一个影响力 我觉得那种的影响力 可能比它单一的国家 来做出一个某种程度的 我不能说每个国家应该怎么做 我没有办法去告诉美国怎么做 但是每个国家的支持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尤其这个透过众议院 所提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记者朋友的提问 台湾 那么以后你可能会一直看得能更容易 而对我们谢谢 川普通了 于是否很难有点 但为了会会会是 或者会会会会将更加困难 或者是会会更加困难 或者是会会更加困难 Say for instance, the Taiwan water, the Taiwan Strait, every day they have thousands of thousands of tons, 50% even more, the goods and energy going through this area. What if that water being blocked or being domesticated by China? That will affect a lot of countries in these areas. So I think now they gradually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e collective effort to stop that kind of unreasonable aggressive actions posed by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So I think the situation should be optimistic. My observation will be optimistic, cautiously optimistic.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r. President.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If the media is not yet to have any questions, we'll finish this day. Thank you, Mr. President. Thank you, Mr. President, and your friends. Thank you, Mr. President.